趴在教练的身上,失声痛哭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南端决赛 这也是林丹生涯最低峰的一战 这场比赛,林丹打出自己生涯进攻最恐怖的一场比赛 奠定了自己与他王者的立位 一起来看看吧 怎么打怎么得分 林丹所有的球都是加速去进攻不跟你玩控球的节奏 林丹伟也是一个跳杀对角 他的球这时候更多是追求一个弱点 而不是像林丹这样纯暴力的打法 这个批刷的角度可以,你是很难防住的 林丹伟的失误上来了 在这种课程的情况下,真的不能连续失误 林丹这个反击非常快,可惜还是出界了 而且林丹并不是没有技术 林丹伟的戳网球也能够得手 林丹这个球抢的其实非常漂亮 只可惜自己的身体戳不到球网了 运气也来到了林丹这边 直接来一个弹网得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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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的李周伟在头顶区的进攻 确实还是差了一点 这样时务,林丹就一直推着头顶区 林丹又是大挡放了一盘 不过这球李周伟终于是扔不住了 我就是要突击你 再来一个大角度的跳舞杀得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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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周伟这个时候有点崩的 林丹拿到第一局局点 接下来 加油 加油 最后领导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勾对角得手 轻手拿下第一局 有了第一局的胜利 领导更加疯狂 第二局上来更是无人可挡 领导现在也不着急了 就是慢慢跟你玩控球 这球李中尾判断也失误了 哎呦 凡是机会球领导出现失误了呀 领导可能没法一派直接杀死李中尾 但是他们进攻衔接真的是非常快 又是一派往前的强望 速度真太快了 往前球也能得手 领导什么的 打出11比1的比分 真的是太夸张了 这比赛也没有悬念了 李中尾其实还没有放弃 依然还在进攻 但是面对这样的分差 这种得分基本上都是飞水车星啊 李中尾这种球的落点确实是非常好 林丹后场的跳杀直接杀穿了 林丹赢了 林丹成功拿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冠军了 不得不说这场比赛真的是林丹生涯最巅峰的一战没有之一 在这一场比赛之后 林丹正式成为大马冠 并且开启了自己无解的职业生涯